字幕翻譯 字幕翻譯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 冰箱帶給大家 不是吃便當今天來吃牛肉麵 那我們先來太陽路一段的牛家莊牛肉麵 然後包一碗牛肉麵回家 等一下回家再跟大家來 看看他們家的牛肉麵長什麼樣吧 這是我們剛剛在牛家莊買的原汁牛肉麵 然後是小碗的一碗是90塊錢 然後它的那個麵 跟糖會幫你分開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一碗牛肉麵 因為這碗麵我買回來沒有馬上吃 所以剛剛把它加熱之後 我再自己再加菜加蔥 那它本來的那個菜是那個 大路妹 然後蔥酸菜都有 看這碗麵 然後這碗麵我發現的比較特別是它的牛肉 它牛肉是那個 它不是用煎脂肉也不是腿肉 它是用刃剪里肌 對 大家看這邊中間有一條鏡 這邊有鏡 這是刃剪里肌 那用刃剪里肌做牛肉麵的店 我倒是不常看到 然後 這一碗是小碗的 肉算大塊 它的肉 蠻厚的 蠻厚的 對蠻厚的 這碗90塊 那今天來吃這一碗那個 牛家莊的 就是泰魂路以外牛家莊的那個牛肉麵 在這邊 那吃麵首先喝湯 來喝它的湯 它這是紅燒牛肉麵 它的湯其實蠻好喝的 對 就 我帶一點中藥香 然後 看起來味道 很濃郁 其實喝起來就是 還蠻清甜的 然後再來看它的那個 這個菜是我自己家的 它本來是用大陸麵 我這是拿家裡面 的菜燙好 燙好 來 就是 比較好看 因為剛剛放太久了 這是我燙的菜 然後它的麵 它牛肉 還蠻大塊的喔 厚度 剛剛我比給你們看的 這個蠻厚的 它這是韌煎鯉雞啦 所以 比較容易散掉 它基本上燒的不錯 還蠻軟的 那只是說 畢竟正前裡雞是 算是 瘦肉 就是 比較偏瘦肉的部分 所以它 它的肉 吃起來又有點叉叉 但是還好 他們家 嗯 有入味啦 但是沒有說很柴啦 對 還不錯吃 我再來看他們的麵 它是拉麵 麵條 這麵條有點像烏龍麵 它口感有點像烏龍麵 那 因為它 外帶的話 那個 麵跟湯會把你分開裝 所以說 這碗我已經 買回來放了大概 十二個鐘頭 半天了 就是昨天下午買 現在是凌晨五點 就睡起來 這兩天打疫苗 就是睡睡醒醒 然後 剛起來就 還有這一碗可以吃 對 肚子餓了 然後這個麵條 它就是 基本上 比較沒有勁到啦 不過 軟硬的話 還好 還不錯 家家店我覺得它這個 雖然是 這個部位比較少見 我們是嫩點雞 但是 原則上 它們的 牛肉是燒得不錯的 再看看一次 然後 最後再 喝口湯 這個湯頭我還蠻喜歡的 好那 這就今天的那個 介紹 跟大家介紹 太原路上的牛家莊 太原路一段 就是靠近那個 柏管路 牛家莊 這家 在當地也開蠻久的 我是 應該只有吃過 有點沒印象 今天再去買來 吃吃看 感覺還不錯 就介紹給大家 好 那今天的那個 今天的牛肉麵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覺得 大家覺得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然後 美食資訊不漏接 好 那今天就先看到囉 掰掰